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查询她的轨迹 后来查询她是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的一个酒店里面 打开房门以后 一个姑娘从阳台走到了房间 当时还在通话 看到明镜以后 她张开的双手抱了上来 一直在哭泣 怎么样 现在情况跟我们讲讲她 不要去动 不要去动 有没有转账 没有 没转账是吧 你遇到骗子了 这跟你联系的人是骗子啊 没转账是吧 确定没有 没有 电话那头听到动静后 就挂断了电话 民警确定小李没有转账 长舒了一口气 他是不是说说你涉及起什么案件 然后要调查你 需要调查你的这个经济状况 是不是 小李说 他按照对方的指示 一步一步操作 民警赶到前 他正准备把银行验证码 报给对方 为了确保资金安全 民警帮小李冻结了银行账号 李信的小女孩这个卡里面 有一张卡里面是有将近13万 直到银行账户冻结完毕 小李才看到了民警之前 转给他一分钱的备注提醒 凡是给陌生人转钱 或者说有冒充这种 就是说你搞不清楚的 就是打10咨询 因为我10毕竟是免费的 你还有一个就是 转钱的时候 确实不要着急 因为尤其是支付宝 微信现在都是基本上秒到的 就是说这个转出去 回来是很难 邀宝宏建记者报道